天降联名豪雨淫末名宅 许多人被迫在疏散中心过年 就连想发新年财的旅游业者 也难逃一劫 不但是没有赚到盆满钵满 反而是亏损了50到60万令吉 位于如佛哥打丁仪的 狄沙鲁水果园 遭遇历来最严重的洪灾 道路中断 设施损腿 许多水果也浸泡在水中 园主看在心里 痛在心里 狄沙鲁水果园占地大约87英亩 园主爱丽丝倾诉 刚刚过去的星期二 大雨一直下个不停 导致水位高涨超过两米 90%的果园面积被洪水覆盖 这里栽种了100多种水果 是哥打丁仪著名的旅游景点 经常吸引国内外游客 前去参观打卡 无奈 雨神发威 大量的水翁 香蕉 青枣 和柚子等等被浸泡在水中 损失惨重 这里的水翁大概是800多棵 全部因为水灾的关系 变成影响很大 而且这个是台湾水翁 黑金刚 它是一个很好的品种 所以变成损失很严重 最少我们的果园损失 是500到600千 除了果实报销 洪水也摧毁当地基础设施 切断道路 导致车辆无法进出园区 爱丽丝告诉本台记者 农历新年期间 有很多游客前来参观 当中不乏新加坡人 但因为车子无法通行 游客只好无奈折返 一路以来 它是有水灾的关系 但是没有说这么严重 因为很多 那天星期二十少的时候 很多很多的旅客来到 都是退回去 不能进 有一辆新加坡的巴车 有一辆新加坡的巴车 它早上来了一次 然后不可以进 然后下午又来 还是震出水 爱丽丝表示 这次水位暴涨的主要原因 是附近狭小的泽马兰河 无法疏通快速涌入的洪水 因此它希望 有关当局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尽快派人扩进河道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